由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主办 洛杉矶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佛学会协办的 卢君洪洛杉矶大型悬议宗述现场解答会 将于9月11号下午1点30到5点 在洛杉矶帕萨地纳公民礼堂举办 8月14号 洛杉矶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佛学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详细介绍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卢君洪现为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 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 在澳洲20多年来对弘扬佛法不予余利 自2001年起 卢台长在广播电台节目中 为全球广大的听众朋友 回答学佛以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而他所主持的《悬议宗述》 《悬议问答》 《白话佛法》等广播节目 更是深获全球华人的喜爱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圈 掀起了一股学佛的热潮 他的演讲在澳洲 美国、加拿大、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法国、德国和丹麦等地 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卢君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和平教育大使 阅语电话是62676 明慧都是先开始 就是用白话的佛法 给大家讲一些佛法 佛理 然后穿插一些现实的 这个即时的新闻 小故事 分析一下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说我们中间有 自己的同修 世界各地的同修 大家几位呢 上台去分享 他们学佛经验和改变 包括身体、家庭 或者是事业方面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专门是卢君洪台长运用菩萨的大神通 帮大家看图腾 解决每一个上台提问有缘人的问题 还是学佛的误区 就是这样 据了解 届时 卢君洪将与现场观众互动 回答观众的感情、事业、学业、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记者洛杉矶报道